發生兵消毒民眾手筆讚 國防部發言人臉書貼出支持桃園防疫的圖卡 企圖平息避桃令風波 為國防部1月19號開第一槍 要求全體官兵非必要避免進入桃園地區 隔天指揮中心指揮官陳時中 也沒提供明確指揮 請問指揮中心會不會建議各地民眾 暫緩前往桃園 或是請桃園民眾暫緩前往其他縣市 謝謝 第一個等於一個大塊的區域的移動 當然我們是建議盡量避免 但是並沒有這樣的說要去限制 那還沒有到那樣的一個情況 陳時中的態度模糊 沒把界線劃清楚 後來彭金罵人臨和苗栗誤陷 跟進順時中 建議公務員遵守必討令 卻突然落得一個落井下石罵名 總統蔡一文帶頭臉書發文 表示無知和歧視絕對不是疫情的解藥 還配上圖片標語 這次病毒才是唯一的敵人 新政院長蘇貞昌也很會 歷史增加行程 跑到桃園給鄭文燦呼呼 再一次強調 今天我們都是桃園人 全國同胞力挺桃園一起抗議 鎖住臺灣 服務員高層一邊送暖 一邊砲打發必討令的誣陷 但不管是蔡英文或蘇貞昌 還是被雖然政治服務部長的陳時中 都刻意忽略率先喊出必討令 是國防部 而陳時中沒排除限制 也呼籲大家避免 等於在井邊放了大石頭 我覺得大家不要動不動 就用什麼呢 用歧視 或是用這個藍綠對抗 來看防疫這件事 常常我們都在這樣宣導 少去人多的地方 危險的地方 沒事不要去醫院 有的縣市長很謹慎 超前部署 他會說盡量不要聚集 也不要去旅行 那當然更不要去危險的地方旅行 這樣的宣導 你要尊重那個縣市長 防疫是需要理性的 那個疫情指揮中心也口口聲聲說 防疫是要用科學當作依據 所以我覺得大家在面對這些問題的時候 不要做情感上面的勒索 連必討令都雙標 國防部先轉彎要關 並減少到高風險場域 雲林連將金門收回必討令 澎湖跟苗栗縣則是維持 藍營縣市聽著陳時中口令辦事 如果陳時中第一時間做出正確判斷 就能避免恐慌 桃園也不會成為警戒區 下週末報導 在東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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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市